整片房间墙壁 遇到地震 立了像龟壳一样 几乎就要崩塌 城租房客看到这样的景象 也傻眼 紧急在脸书颇文 急求租 因为墙崩了 社区大楼出现这样的恐怖景象 又唤起当地人回忆 因为这栋大楼 正是25年前921地震 一度被判定半岛的梅丽殿大楼 但外地人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 后来大楼经过整修 是否解除围楼列馆 也能继续居住 但这样的房子安全性没问题吗 921地震后 这里的房价曾经掉到一坪不到三万 但随着都市开发 当地房价水涨船高 25年后房价充了十倍 早期在921地震的话 大概是在一坪两万到三万 所有家庭到现在已经来到二次头 销售红纸上写着 8.45平房子出售 开价225万 换算一坪要26万元 但一场地震 把房间墙面震垮 台湾大楼的耐震问题 也再次已发关注 回来新闻华伦 赵英光台中报导